好 谢谢 普京坎 谢谢牛旅是您可以说 近距离的第一手报道 尤其何的那种外泄的问题 我请教一下 因为这个 持平而论 对日本政府 对真相的削弱 第一个是对他们本国的国民 尤其是四个岛里面的 您的看法 第二个是对外国的 尤其是太平洋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几乎可以确认 它应该很多讯息 您真的没有提到 第三个就是我们外国的人 怎么去看 因为是这样 我要求教您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电视台 它有一个有播报 就是有电视播报的人说 日本政府在那个时候 不准许 只准许飞机降落 然后不准许起飞 然后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副画面 都是所谓飞机降落的一些状况 因为在灾难发生的时候 一些外国人 基本上应该是 外国的侨民或各方面 是应该是第一时间撤离的 因为他要把当地政府 或是该国政府的burden 是要降到最少 但我们所看到 我们边是这样子 因为中文是不会听错的 那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引发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最重要的第三点 我们外国人 怎么去看国外的世界 了解去真相 谢谢您 谢谢啊 对不起啊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就我可以讲 快要一个钟头是 因为这次辅导灾后 刚才是在提到 那个专家学者的角色 那可是这一次的那个 辅导核灾给日本人 最大的一个教训 就是不能去相信 这些专家学者 尤其是合工学者 因为上跟利益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深 那像日本的元能会主委 他也是本身也是 东一大学教授 他叫班牧春树 那如果我们与一般的 你知道当天就是3月12号 发生轻爆的同时 那时候下午3点多 全日本的国民 都在电视前面 看到那个轻爆了 可是日本政府 那大家都说 这一定早就无心融毁了 那有任何核电 常识的人都知道 你已经过了那么多个小时 然后你的那个 已经全黑了 没有电了 那当然可能发生 所有人都觉得一定是 可是就说 这个元能会的主委 他是东一大学教授 是日本核电最大的投资 他说怎么可能发生 然后在3月12号下午3点 他在早上8点到10点的时候 还带那个日本的首相兼职人 坐直升机到福岛合议去 他只差3个小时 他在快12点的时候 他只差3个小时就被爆掉了 所以他自己对于 整个状况的判断是很低的 像我自己是毫无核能知识 可是我的我先生他是以前 清华大学那个 神明山教授带他小时候 带他去趴在原子炉上 看过原子炉 所以他到日本读了很多书 他觉得可能不是人搞的 可是我们都觉得 到时候专家一定会帮你做什么 可是你发现根本专家 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我们看到那个日本 就是只是用那个直升机提一桶水 然后去浇那个原子炉 后来是用那个就是高层 就是那种云霄的消防车 才终于灌水成功 你看他们用的都是很可怕 那就像刚才提到海洋污染的问题 他们那时候就是现在 为什么会出现25万贝克的鱼呢 那就是因为有那个海 就是他们在尤其最严重的是3月 去年的4月到5月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水 我们在电视上有看到 4月16号左右最严重 有一个水 它是超级高污染的水 一直灌到海里去 他要把它停止 没办法停止 他们用豹子去塞 你看都是最严水的方法 后来用那个尿片去塞 也没有效 他是用液化玻璃 就搞了也是搞了一个多礼拜 所以就是能够做 能够去阻止这些的手单 非常的严实 那所以就是说电视 就是那个时候 日本政府的资讯上 他还做了一些管制 他到下午的5点 那时候网上就已经在说 这早就如心楼毁 都轻爆 大家都看到轻爆 那东京大学的学者 在NHK的电视上说 这是因为原子炉里面 有一个那个伙伴 他就是爆炸 但是故意让他爆炸了 你看他们可以就是睁眼说瞎话 或是他本身对于核电的知识 非常非常少 因为其实很大部分核工学 他可能会核反应 可是他不知道 就是说把核电盖在自然环境 对于天灾地害 他了解的非常有限 或对于辐射伤害 理解的非常有限 尤其有藐视辐射伤害的倾向 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他不想去正视这个问题 那所以他们都说的都去讲 所以就说尤其是媒体他们长期就是让电力公司 电力公司在台湾还没有这么复杂 台湾只有台电在财大七处 的确提供了很多的裁员 可是在日本他其实还有那个原子炉的产家 就是相关的 像三菱是采那个涡轮机的 日立东芝是采原子炉的 他们提供所有的媒体的广告 所以就说他整个结合非常圆 那在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跟这次的那个就是核灾之后 日本社会最大的不同 就是95年大地震 他们就出现很多的异工 可是这一年这一次 他们是完全是靠网络 因为有网络有 日本是推特比较流行 比脸书 那现在脸书就是因为有网络 或是脸书或是部落格 让国民有不相信政府的选择 那之前我们都完全没有 日本人非常非常听社会的 听政府的说法 那像那个我们知道在去年夏天 日本有紫阳化革命 他们甚至有20万普通的市民 到每个礼拜五都去包围 那个首相官邸 那那是什么呀 那是刚开始就是一个 三几十个人在那个推特上 一直呼吁 从3月刚开始都只有一百多人 可以一直汇集到20万 就已经事件发生两年多了 所以是改变就是因为资讯的那个路 改变很多 那在台湾我觉得非常困难 我们要理解日本辅导成长 所以我才会一直拼命要去写 因为台湾的我们的看到外电 都是英美化 是永户 永户核电国家的那个就是 的讯息 然后而且就说传到台湾以后 我们台湾一些就是永户核电 他们其实以为永户核电就是永户经济 真的是一个天大的错误 所以他们就是还把那个讯息 又把它改造 其实外国至少他们外电 很多还是写的比较中立 可是在台湾我们还会串 在我的那个台湾必需费能的十个理由 前面就有比较原来的外电 比如说AP是怎么办 台湾媒体就全部把它改造 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才是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回去从操就业 就是再继续写这些事情 就因为我们看不到真相 就是河岛浮岛现在的后续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尽量去接触 比较就在你平时 大家就知道说你要在这个台湾 我觉得明年发生核灾都不奇怪 所以平时大家第一个有应该要有一个计量计量器 辐射计量器 因为在日本也发生这个问题 他他曾经就是把那个就是把那个 他花了100亿去开发了一个叫Speedy的系统 就知道可以预测辐射的风向的一个系统 就吹到哪里去 他没有把他的结果公开 就让很多的灾民他从低计量跑到高计量 所以像现在那些假装性 因为那个通行就是放射性点 就召到第一手就是放射性点 所以像小孩子那么多人会遭难 其实第一个跟他们没有发放点片 就是因为这个讯息没有发出来 所以他控制了这个就是控制了这些资讯 他担心引起社会的混乱 所以是的确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控制 现在也是不断的在各国去吸 所以日本已经没事了 因为他担心第一个他必须要对那个 他应该要把湖岛放空 可是第一个他们赔不起来 然后第一个他还要承认推进核电的错误 那而且就会导致他们整个政治的崩溃 所以他完全做不起这样的事情 就是掩饰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觉得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所以就说在台湾我们的一个方法 就是自己有一根辐射计量器 只有一千多台币 韩国在灾后就是变成很多人都有 就他们到处去测就发现很多都非常严重 在台湾像我在台我家是住在复兴南路 我们在复兴南路家里的那个辐射计量比 灾后我东京家里的辐射计量是两倍 那我们在台湾还测过是东京的四五倍 所以就是台湾本身辐射的污染也非常非常严重 我好像你刚才看到大家看到很多垃圾 可是有弧形的垃圾就是因为我们有老朽核电 它是修的很少 它很多的缝隙会放出 排放非常多的辐射物质 那如果像日本现在也是 因为那个辐射物质 那像牡蠣 那个日本有两大 一个是广岛 一个是山路地区 山路地区的那个牡蠣 现在大家就不敢吃嘛 就不敢吃 它看不见 它不会变成绿色 可是是不能吃的 时间的关系已经超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如果还有要讨论的可以再留下来 皮尤小姐如果可以的话再给她来 好的 欢迎你们参加这个节目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严重